这些东西其实都告诉我们 不要把国际形势和国际利益看得过于复杂 它和我们国家家 邻里关系 做生意 同事关系差不了太多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谁也离不开谁 眼下看欧洲这些国家家住 包括我们看金庄国家 俄罗斯跟巴西的家住 因为亚洲要基础设施投资的话 一定要消耗大量的资源 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 巴西的矿产资源 都想在这时候呢 我成为成员国 你先用我的原材料 那我是不是就卖出好价钱来了 等于把我的这个资源 卖给你了 我挣钱了 就是你没有的 我有 我这还多 那咱们实现互利共赢 澳大利亚也是 它虽然是个发达国家 但是它的铁矿石和其他矿产资源 同样需要大量的出口路径 那么要是成为亚投行的 初始成员国的话 创建成员国的话 它会在这里分到更大的一倍梗 所以我们说 现在为什么这个国家都很热衷 都有利益考量 这一点呢 也是中国开始倡导亚投行的时候 到后来发展越来越大 很多人没有想到的 就说中国为了一带一路 进行配套的亚投行 居然获得了世界范围的欢迎 中国这种利益诉求呢 符合世界大多数国家发展的诉求 仅仅是美国和日本像原来老牌的发达国家 觉得影响到它话语权了 那么眼下来看呢 我们以前一直是规则的尊重者 向WTO我们申请达人家规矩来 中国从来还没有作为规则的制定者 在国际金融领域出现 那么这些国家来了 那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事 我举个例子就好比呢 咱们现在结婚 结婚说好了 亲戚朋友就是最致近的咱请来 咱摆几桌摆多少十桌吧 十桌这碗好弄 订个小的酒店 然后现场也就简简单单搞个仪式 突然间告诉你 宾客来的多了 十桌不够了 得五十桌甚至一百桌 是不是好事呢 当然好事了 说明影响大 可是人来多了 麻烦也大了 酒店得换了 四一得请好着了 场面得隆重热闹了 而且谁做主桌 谁做副桌 谁主赔 谁副赔 谁是主婚人 谁是正婚人 谁代表嘉宾讲话 跟原来十桌规模不一样了 如果你要安排不好的话 还可能把重要客人给得罪了 美国日本来了 就得要话语权 你怎么安排这话语权呢 第一大股东的地位 不是拓权 而是责任 是担当 中国将遵守国际通行的准则 中国不会以老大自居 有事好商量 尽量以达成一致的方式来决策 而不是靠投票权来决定 有人说中国要 行使这否决权 这个否决权是不能放 但是你要一再强调否决权 有可能别的国家感觉不爽 关于亚投行的诸多悬念中 在股权分配方面 中国是否行使一票否决权 一直是国内外媒体关注的焦点 此前有媒体报道称 中国可能会通过放弃亚投行 一票否决权 换取西方国家的支持 但随后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 所谓中方寻求或放弃 一票否决权 为不成立的命题 亚投行也会分 域内和域外的成员 那么随着成员国数量的增加 每一个成员的股份 自然也会相应的下降 所以所谓中方寻求 或者放弃一票否决权 这是一个不成立的一个命题 所以这个事 接下来亚投行筹建的时候 我们怎么制定规则 怎么排好座位 给谁什么样的待遇 这董事怎么定 否决权我们怎么样 隐性的行使 这都是给我们政府现在来说 很大的一个考验 所以我倒觉得那句话说的对 就亚投行对中国来说 既是基于又是挑战 他挑战的是什么 挑战日益强大的中国 在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利益面前 如何做到长袖善务 那么这个是对我们执政能力 一种最大的考验 但是我相信呢 强大的中国在当今 国际体系的话语权越来越多 这个是顺应国际形势的 也是得到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拥护的 那么在这旁边 中国得天使战地利巨人和 应该把握好亚投行这次机会